現在很多人都有一個誤解 針對於兩岸協議監督條例 都說國民黨都要強行推出行政院院版 要照這個版本通過 其實這完全的錯誤 強化國會監督兩岸簽訂協議 國民黨也是這樣主張的 行政院院版送到立法院 我們也看了 但是我們黨籍的委員也認為 應該要強化監督 雖然這一次的版本 已經比原來的兩岸協議監督條例 更完整 但是國民黨團也認為 還可以再加強 所以我們已經有草泥修正條文了 所以外界一直說 國民黨要強推行政院版 好像一個字都不能改 完全誤會 但是國民黨 黨團的意見 其實遵循兩個大原則 我們希望強化國會監督 但是第一個 我們認為不能推動兩國論入法 我們基本上對於政治裡面 大家彼此可以尊重 你主張台獨還是怎麼樣 你基於言論自由的範疇 我們都給你尊重 但是這涉及到說要入法 這會危及到兩岸之間的和平 對人民是不利的 所以我們不認為把兩國論入法 所以你覺得他一邊是提台灣政府跟 中華民國政府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 這個就是兩國論 對這是兩國論 因為這樣對於兩岸會產生衝擊的 對人民是不利的 所以這是我們的基本的主張 有一些好像是U-Menu版 裡面提的就是兩國論 所以我們不可能同意他這樣做 我們會提出我們的看法 那如果說那個地方把這個用詞修改掉 你們就會覺得好很多是不是 對我現在只是舉例 舉例其實在這次將近十個版本 裡面個人意見都不一樣 我們國民黨團的意見 也是希望容各家之常 訂出一個可長可久 有辦法來強化監督的兩岸協議監督條例 我們不可能照行政院版這樣通過的 那我剛剛提到兩國論 我們就認為這不宜 另外我們的法律不能違憲 不能違憲 我們在看這一次的很多版本裡面 裡面很多法律的條文是違憲的 它立法權凌駕行政權 人家是行政權的 你立法權去凌駕行政權 行政院該做的事情 你立法院站在前頭去做 到最後又來監督自己 這很奇怪的事情 行政權歸行政權 立法權歸立法權 我隨便舉個例子來講 兩岸人民關係條例裡面 行政立法各有執掌 但是在這一次有部分提出來 兩岸協議監督條例裡面 有的版本就提到說 要立法院黨團各個黨團 各黨派的黨團推出代表 跟行政院一起去參加談判 各黨團派出代表 跟行政院一直去參加談判 談判回來之後 再來立法院 再來通過 那請問這是立法院 一方面做行政院的事情 可是回來又自己來監督自己 行政立法不分 這就是違憲的 所以我們就認為這是可以討論的 但是外界一直認為說 國民黨團中央派 一個字都不能改 一定要按照行政院院版條文通過 我們從來沒有講過 也從來沒有這樣想過 我們一定要強化監督 所以這一點是 大家的立場是一致的 只是說你要強化監督到什麼地步 有些我們認為這超過了 你要三權分立 要各有執掌 不能讓立法權去做行政權的事情就對了 你凌駕行政權 那行政權變小弟 那撇除就是去談判這一點 還有什麼地方 你覺得是有問題的 我現在只是舉例 因為裡面還有很多 我們自己也有提出 修正案的 我只是舉例 我只是提出說 外界有很多的誤解 包括很多的學生 包括最近就是說 國民黨 聽說你們要 這個 要強行過關 兩岸服貿協議 要強行過關 監督條例 所以我們學生要來 回立法院 這個奇怪 你聽誰講 理解 我們自己當立法院 我自己 國民黨的執行長 我都不知道有這件事情 所以很多事情 多溝通 多了解 我們也希望可以把這些東西 讓大家都可以看得到 我們一定會全程放上網路 你說自由經濟示範區 對 我也了解民進黨 他們有一些看法 對於教育的部分 農業的部分 醫療的部分 也有一些不同意見 但是 我們認為這都可以談 我們從來不認為說 你講的不對 我一個 全部不接受 我們都認為說 我們可以來談談看 你們的意見很好 我們可以那 哪一個認為有疑慮的 我們也認為確實是這樣 對台灣人民不利 我們就不要 但是不要去 程序上的杯葛 讓他無法審 就遙遙遙無期 那台灣的經濟怎麼辦 我們希望說 有問題 大家坐下來談 你覺得應該怎麼幹 大家來討論 我們的心胸就是這樣 但是好像外界不太明瞭 上次好像最後 然後 資金區最後一次開會的時候 好像後來民進黨 就有針對這些條文的審查 所以 那個林洪志委員這邊 會覺得說 如果是他們是這樣子 一條一條 好好的審查的話 你是讚許的 是不是 我當然認為 針對條文內容 你可以提出主張看法 但是你有沒有發現 不要 是為了要拖時間 然後不斷一直上去登記 我舉個例子來講 自由經濟四川區 這個條例 特別條例 第一章 總則 請問總則這兩個字 討論了兩三個小時 到最後保留 請問我們法律條文裡面 總則這兩個字 你要把它改成什麼 你有沒有發覺 總則可以討論兩三個鐘頭 到最後是保留 還沒有按照總則這兩字通過 請問 這是在杯葛呢 還是因為你實在很認真 在討論 要把總則這兩字把它改得更好 我們是反對是 假審查真杯葛 我們認為這樣子 你拖垮台灣經濟 你可以把它改得更好 我們贊成 但是你不是要把它改得更好 你是要 正杯葛 這個是我們 替台灣人民感到 感到不平的 理解 所以你們會希望就是 要就是好好的審查 然後可以的話 快一點通過讓台灣的經濟 可以快一點有幫助 但是不要故意去拖延 拖延 好 理解 那委員不好意思 那我再問一下就是 之前大家還有一個有 比較有誤會的就是 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 裡面那個 那個 邱文彥委員的修正案 那這個東西 好像大家都覺得 這個是在提高 罷免門檻 那你怎麼看 其實有關於這次 公職人員選罷法的修正案 他根本就不是 提高罷免門檻的問題 罷免門檻完全是一樣 但是 這只是要 這個修正以前產生的流弊 因為在以前 在罷免 對 公職人員罷免的時候 選委會曾經發現到 那個有很多是用自己抄的 那是圍造的 圍造的 因為現在有很多的社團 他本來就擁有 他社員的姓名 電話 地址 身份證號碼 所以 他就可以直接抄 一個社團 一個時間這樣抄下來 一千個人 連署人 都 不過分 因為他有名單 但是 真正去連署的人 他是被我們在鼓勵 他根本就沒有連署 所以這次造假 我們知道選舉要公平 但是罷免也要公平 像我們選舉出來的人 任何人 你可以選舉完 也可以罷免我 但是你要自願 如果別人冒用你的名字 來罷免我 我覺得對你是不公平 對我也是不公平 所以我們這次修正 只是希望說 他本身要付身份證的銀盆 避免造假 避免造假 避免被冒用 對 但是其實 即使做這麼規定 也有可能被冒用 因為我拿你的身份證來影印 但是這種概率就比較低了 會比較困難 因為我要拿到你的身份證 來影印 讓你不知道 比較困難 但是要抽你的名字比較快 嗯 要 所以我是 我們這次的修正 是希望 避免造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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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你的造假困難度升高 嗯 只是為了解決這個問題 讓中選會的人比較好作業就對了 對 沒有錯 沒有錯 其實重點不在中選會好作業 重點就在於 因為你如果抄的冒用的 這種罷免是不公平的 好好理解 就跟選舉不公平一樣 好好理解 所以我們是希望這樣 但是你有沒有發現外界是都在誤解 所以我們現在都沒有提出來 那你們對 本來就可以表決了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對於罷免的這個門檻 你們覺得現行的是合理的嗎 還是你們會覺得說現在還是有點高 比較會願意把它下修 這個是有關於民主政治的一些理論的問題 嗯 罷免是一種正常 還是一種特別狀況 他是特別狀況 嗯 特別狀況 我們一般來選舉某某人 代表我來講話 嗯 但是我選舉你 不是為了要罷免你 哦 罷免是 這種是一種 比較不是正常的狀況 嗯 他當然應該要嚴格一些 嗯 當然應該要嚴格一些 我選舉你不是為了要罷免你 我選舉你是 希望你能夠替我做事情 嗯 能夠為我發聲 所以委員是比較擔心 罷免門檻下修以後 台灣一直在罷免 就變成 你每個人 你那個被罷免的門檻太低 那 這個候選人 對他不爽 或者是他的仇敵 我就來發動罷免 即使罷免不成也讓你很難過 嗯嗯嗯 那你想一個民意代表 天天都要面對 隨時 有人發動罷免 因為很有可能會成功 因為他門檻太低 隨時可能被罷免 你想他還有心於做民意代表嗎 你的意思是說 他可能會因為 要忙於去跟他的選民說服這些東西 就沒有心力來管法案 所以你選出這個人是為了要罷免他呢 還是選出這個人要希望他替我們辦事情 對不對 這就很像說現在學生發動說要罷免我 嗯 你說連續幾個禮拜來 他們都在那邊 那你想 你想我 在不在意 我也要想要了解 他們都在做什麼 嗯嗯嗯 啊我的助理會不會也會了解一下 那你情況是怎麼樣 嗯嗯嗯 會不會有人故意在那邊 去 去角東角西的 嗯 一定會關心嘛 嗯 那你想想我是不是要 花一點時間 嗯嗯嗯 那我可以去做 我民意代表該做的事情 那你把我注意力給我分散 嗯 理解 對不對 他連署會不會成功 是另外一回事喔 嗯 如果哪一天是成功的 哇發動罷免 那你說發動罷免 倒是要投票 對不對 那你想想看 那我是不是也要出去 告訴我的選民啊 罷免我沒有道理 我很認真在做事啊 嗯嗯嗯 那我是不是要花時間 又要去做這個事情 那我怎麼有時間在立法院 為大家立法呢 嗯 嗯嗯 所以你罷免 你選舉我是要我做事 不是為了要罷免我 嗯 我如果違法施職 獨職 你罷免我 嗯 我也 沒有 這個臉說 哎呀 說你不要罷免我 我如果獨職 貪污 我怎麼有這個臉啊 嗯 對不對 但是你想想看 我只不過 政策意見跟別人看法不一樣而已啊 嗯 不一樣你就罷免我 那 那永遠沒完沒了 嗯嗯嗯 對不對 那我也可以說 哎 民進黨你某某為你的意見 跟我不一樣 那我發動我的 啊 我的朋友去罷免他 嗯 那我覺得做不出來 因為他的意見值跟我不一樣 我怎麼可以因為這樣罷免他 這是言論自由嘛 嗯嗯嗯 那如果我的主張看法 人民失望 這種說 你講這個我很不滿 嗯 但是 現在是選舉 你可以不投給我嗎 嗯嗯嗯 這就是民主政治 嗯嗯嗯 可大家是好像是比較擔心 就是如果你 那 那個委員 你能做委 剛好就是 大家一開始的時候就發現 哎 不對勁了 然後大家不希望你在 繼續這樣下去的時候 才會發動罷免 那 委員是怎麼看 但是你有發覺 我認為 我剛剛所提的 我到底做錯了什麼事情 嗯 我違法了嗎 嗯 我隨便舉個例子來講 嗯嗯嗯 核事 要不要興建 我認為台灣需要核能 嗯 因為民眾不希望電價上漲 嗯 也希望乾淨的能源 嗯嗯嗯 希望用便宜的電 嗯嗯嗯 但是這裡面 最不會受到污染的是核能發電 嗯 便宜的也是核能 嗯 所以我考量人民 它的需要 我認為我們台灣需要核能發電 嗯嗯嗯嗯 這是我的看法 我站在民眾的角度看法 嗯嗯嗯嗯 啊但是反對的是說 哎呀核能發電 萬一產生問題怎麼辦 嗯嗯 這我也想過啊 嗯 但是你有沒有發覺 世界上任何的事情 嗯嗯 哪裡有 打包票的 嗯 如果 核能發電 呃 真是那麼樣的危險 嗯 不見容於世界 嗯 奇怪為什麼現在世界上最大的強國 而且綠能國家 嗯 呃 這個 呃 這個能源資源最多的國家 全部都是 核能發電的國家 嗯 所以你有沒有發覺 那我們在考量 難道我 主張 我們 不能放棄核能發電 嗯 我還錯了嗎 嗯 我只意見跟你不一樣啊 嗯 那 對不對 我也是台灣人民 嗯 我的家也在 也在板橋啊 我還有孩子 我還以後還 有孫子啊 嗯 我會害自己嗎 欸不然這樣子了 就這麼 我只是說 我的意見 不一樣而已 不行 我跟妳罷免 那請問 你的就是對嗎 你的是真理嗎 你是上帝嗎 嗯 現在我們會 我這邊應該可以給委員一點建議 就是 如果可以的話 委員未來 如果有一些想法看法說 你可以 看是不是考慮把民意收集的過程 透明化 然後或者是把你的論述完整的說出來 然後也針對大家的疑慮做出一個說明 我想應該可以減輕不少人的疑惑 嗯 其實你有沒有發覺 嗯 很多政策主張看法 嗯 其實每個人都會有不一樣 嗯 對 政黨為什麼要競爭 嗯 就是政黨 它對政策看法不一樣 嗯 所以當我贊同某個政黨 它的政策主張 我就支持它執政 我把票投給它 嗯 嗯嗯 同樣 這個民意代表 它的政策主張看法 支持我的 它會投給我 嗯 嗯 我在板橋選了七次 每一次都是第一名 嗯 我選了七次 每一次都第一名 嗯 我很認真的在做 嗯 嗯 欸 我到第一次碰到說 我罷免我 一個理由 他說 你為什麼要聽馬英九的話 嗯 欸 這很奇怪啊 嗯 真奇怪啊 馬英九馬總統 他是 人民選出來的 嗯 他做的再不好 他 會卸任的 嗯 他如果做不好 如果民眾 不能接受 他也是中國國民黨的主席 嗯 民眾會以選票來制裁國民黨的 嗯 嗯 民主政治就是這樣 嗯 理解 那為什麼要說 哎呀你跟我意見不一樣 我罷免你 讓你 天天忙得很 嗯 嗯 嗯 那幹嘛啊 一個民意代表 如果沒有心 在問政 處理很多的事情 服務選民 你整天讓他去 去處理 可能會被罷免 那這個民意代表 有什麼用啊 嗯嗯嗯 你到底選他是為了要罷免他 還是選他為了要做事 所以這個都要去 我們現在很多年輕人 年輕人是國家未來的動輪 嗯 未來大家很有可能當立法委員 嗯 要是 你的選民 因為你的主張看法 跟他不一樣 他說 罷免你 你可以接受 嗯 對不對 對 大家想一想 大家以後都很有可能當民意代表 當立法委員 那委員 我們這邊一定有很多想罷免你的人看這個影片 那你想對他們說些什麼 你想對那些想罷免你的人說些什麼 很多事情啊 民主政治彼此相互的尊重 嗯嗯嗯 另外你也要了解 這個立法委在地方上封平是什 嗯嗯 做了多少事情 嗯 但是 實際上去板橋 去擺攤說要罷免我的都是外地 嗯 當他們去擺的時候 板橋市民眾問他說 你敢擺攤檬橋他做了什麼 沈文青 你從哪裡來 都是從外地來的 嗯 你知道他就跟 我們老市長為板橋做多少事情 你不知道 啊你不來幫他罷免 嗯 啊 他答不出來 嗯 所以 我們年輕人有理想 沒有錯 嗯 這一點值得肯定 我們有 我們的理想目標 但是要知道說自己做的 嗯 合適不合適 嗯 所以你是肯定他們的 有政治理想 有理想想要參與 嗯 想要參與政治這個是你是肯定的 這是 可以肯定的 但是當我們熱誠參與 知道說這 好像不太對 嗯 嗯 我如果違法獨職 你罷免 嗯嗯 但我不知道我違什麼法 嗯 就因為我意見跟 某些政黨的意見不一樣 那我怎麼可能 我國民黨跟民進黨 本來就會有政策主張不一樣啊 嗯 那我是不是也可以罷免你民進黨 嗯 那 但是我們不會這麼做 嗯 嗯 我們不會這麼做啊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委員會不會建議這些 想要參與政治的人 有什麼方式 如果他們對國民黨的 執政方針 或者是國民黨黨團的一些方向 有意見的時候 你建議他們能怎麼樣來參與 在其中 當然 呃 他也可以多了解 不要人云亦云 嗯 因為我發覺到 有很多去影響學生的 他們往往去運用學生 他的 充滿理想 熱誠 但是提供的資訊 恐怕 摻雜了很多意識形態之爭 嗯 甚至 政黨 意識形態的偏見 嗯 所以告訴他 這個 國民黨怎麼樣 國民黨怎麼樣 我們應該去怎麼樣對國民黨 嗯 其實 我們學生 有那個熱誠 我們也可以進一步 多了解 民進黨 他們可以跟民進黨接觸 也可以跟國民黨接觸 嗯 多了解 多關心 嗯 不要人云亦云 好 那理解 好 文言謝謝 謝謝 好